- 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鈔機 那今天這個行情呢 大家一開始可能對於中共的環台軍演有些擔心 但是後面來看的話呢 這個影響呢感覺起來也沒有那麼大 因為坦白講其實這個六日我去了大陸一趟 就吃吃喝玩玩樂按摩一下 按摩的時候就跟技師聊天 我就很敏感的問他 我說你覺得中共會打我們台灣嗎 他們說不會 我幾乎每一個大家都覺得不會 氣氛其實沒有那麼恐慌你知道嗎 那這次的軍演我想絕對是針對國慶的時候 總統的一些談話而來 但我想應該不會插槍走火 可能就跟上次一樣稍微包圍個一兩天 那後面可能就撤掉了 所以我覺得對股市來講的話 影響並不會那麼大 那應該不是只有我這麼想 因為如果是真的很嚴重的話 其實外資他應該會比我們更狠 因為外資現在期貨的空單 接近4.2萬口 對不對 他一定打到這個機會用力往下灌 外資沒有這麼做 所以外資沒有這麼做的情況之下 那就代表外資也不認為很嚴重 所以他期貨空單為什麼那麼高 我說這一次跟上一次不太一樣 上一次期貨空單那麼高 是因為什麼日幣 這個套利交易平倉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時日幣 這一路的狂升 那最近來講的話 你說日幣有沒有再做一個套利交易的平倉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因為他沒有繼續強升 所以這一次的背景 我說跟上一次不太一樣 再加上這一次他對於台積電的部分 你看台積電的一個外資的買賣超 他是呈現買超的 你看一下外資的部分 有沒有 上一次是一路賣 你看上一次是一路賣 賣下來才接 對不對 所以上一次他是現貨期貨同步 再做一個翻空的動作 那這一次不一樣喔 這一次現貨是空的 但期貨來講的外資一直買台積電 你看得很清楚對不對 所以可以很合理的去解讀 這個外資期貨的空單 他純粹只是避險空單而已 現貨他要買的時候 他難免會有一些這些動作 那他不斷的拉台積電 對不對 那你說他的空單他會賠很多 其實也不太會 為什麼 因為他一定會拉台積電拉一段之後 後面開始賣台積電 當他開始賣台積電的時候 他空單會怎麼樣 會開始慢慢的做獲利回補 所以這他兩個手法你知道嗎 我現今段我期貨我先做個避險 我買台積電先賺台積電的錢 好台積電炒得差不多之後 台積電賣掉 賺了台積電錢之後 那期貨的空單呢 也開始順利的賺錢 所以他兩邊都可以賺 好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策略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四萬兩千口 接近快四萬兩千口空單 就很合理了 就不用過度去解釋他 那這一段我覺得台積電還沒有完全走完 因為連錢高都還沒過嘛 對不對 那17號本禮拜四要做一個法術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台積電就如同我所講的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買後炮 你看看跌到888附近的時候 我怎麼跟你講的 當天台積電跌成這個樣子 我想很多人已經不認同這個行情了 對不對 那我在節目上我怎麼跟你講的 你可以回去回顧一下 我說台積電你不用怕 這個缺口沒有那麼嚴重 懂我意思嗎 我說你買在900的 你套在950 套在990 套在1000 套在1020 套在1050 1080 我講未來台積電 你絕對有辦法可以做解套動作 對不對 那現在我的話 慢慢的應驗到了嘛 現在已經1055了 所以你套1050的也差不多解套了吧 有沒有 那現在剩什麼 剩1080還沒印證嘛 那會不會 我跟你講 目前指數的空間還落後於台積電 台積電這一波 外資有在買的情況之下 它是完真的 現在很多人可能不想買台積電 但外資繼續買 外資就買得動 所以台積電還有辦法 在往上過高的情況之下 你說指數 什麼時候重新回到2萬4 值日可待 好不好 那這一段要漲什麼 你要去注意 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盤 你看8月份9月份 你看我解盤你就知道了 經得起全市場考驗 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之下 我已經跟你講了 8月份9月份 你不要求什麼大的業績 不要求什麼大的績效 因為很難 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這一段殺完之後再殺一段 大家沒有信心 那我說什麼時候情況 信心會恢復 我9月 9月一開始 我會跟你講的 9月份就是要打一個雙底出來 有沒有 那你看9月是快過完之後 這個雙底才慢慢的打出來 那我講一旦突破警線的時候 市場的投機的意願 追價的意願 投機的買單 會讓很多的股票又再拉出 很大很大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最近你看在整個細光子裡面 你說這個資金不投機嗎 有沒有賺很多錢沒有 但他就是會漲 對不對 資金在哪裡 就在細光子 細光子裡面來講的話 我們公開跟各位分析 是哪一檔股票 4903連光通 那連光通後面有沒有漲上來 也是噴到天上去 對不對 當時你看看 當時我跟各位講的畫面是多少 才40塊錢而已 有沒有 才40塊錢 這一波連光通漲到56塊多 十幾塊錢 四十幾塊錢的股票 漲了十幾塊 十六塊錢 對不對 股票很多 但是我講不見得每檔都要買 買對的就好了 CPO是一個題材 再來面板封裝 我們跟你講 這個是未來會漲的面板封裝 當時的政大 9月13號我跟你蓋牌 有沒有 我跟你蓋牌政大 當時在這裡 很多人也不會相信他會漲 當時大家比較 樂中的是什麼 是3663的新科 對不對 你看9月份 新科在這裡 那現在的新科股價在這裡 新科9月份到現在有沒有漲 沒有漲 為什麼 因為我講他已經漲過了 你說他這個面板窄板 有做出貨 我當時我跟各位講 我說他也有面板窄板出貨 但新科漲了多少 漲快9成 這個我跟你講 三成不到 有沒有 才26%而已 我當我當時是這樣跟你講的 吧 我說他會漲 有沒有 那你看現在政大股價漲到哪裡去了 我們在這邊跟各位預告 今天的政大又亮燈漲停板了 兩紅夾翼黑 有沒有 這個爆大量之後兩紅夾翼黑 代表什麼意思還沒走完 那你看我節目 對你有沒有幫助 這邊跟各位領先全上跟各位做預告 我說玻璃窄板他也有啊 他也出貨了啊 大客戶是誰 他是群創 和長期合作廠商嘛 因為都是放紅海集團的啊 你看今天洪家軍股票多強 今天洪家軍裡面是不是檔檔都很強 尤其小資的 漲停的政達 建漢 陽城 有沒有 這三檔股票 我就告訴你的兩檔的買點 都是股市印鈔機跟各位講的 你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我股票也沒有變來變去 當陽當政達在攻的時候 我的陽城還沒上來 但是我一直跟你講 陽城一定會上來 有沒有 你們自己看一下嘛 我當時我跟各位講說 政達已經上來了 那政達第二是誰 我有沒有跟你預告 你只不過打了加一而已啊 加你的聯絡電話而已 你得到的是什麼 你都跟得到你都賺得到 有沒有 我全部講在前面吧 我說群創跨路面板封裝 沒有他絕對不行 我說這個要政達第二 我說政達已經上來了 對不對 你沒有機會跟到你沒有關係 我說你注意這檔三叉叉叉叉 我說八月營收大爆衝 我當時我跟各位的預言是什麼 我跟你的神預言是九月小心再創佳基 九月份跟你預告的事情 有沒有 你看一下齁 我該講我都講 我該開我都開了齁 我跟各位說八月營收月增154% 暴增對不對 當時是1.2億 那我說群創要擴充FO PL 他需要用到什麼 他絕對是要廠房大改造 對不對 那誰會受惠 絕對是楊誠 因為楊誠跟他就是長期合作夥伴 所以群創你要改 你要做面板封裝 那相關的設備 比如說面板搬運設備 或者是玻璃的研磨設備 跟誰拿 絕對跟楊誠拿 所以我說他營收好 不會只好一個月 這是當時我跟大家的預告 我說會不會你慢慢看 楊誠這兩天公佈最新的九月份營收 多少 2.08億 八月份是月增154% 九月份月增多少 又月增73% 是很明顯的成長 你1.2億感覺好像很厲害了 但是他又往上更高 有沒有我說這個改場的事情 營收貢獻 不會只有一個月 絕對是兩到三個月 這是當時我跟大家的預告 該講我都講 你看當時我跟各位講的時候 五十幾塊而已 有沒有 然後跌下來 我還是跟各位講 我還是沒有改變我的看法 我說群創面板改場 他絕對會是受惠的股票 對不對 我說現行已經質問 面板封裝題材仍然可以期待 有沒有 政達創高了 我說楊誠準備跟上 我這天都在暗示大家 那今天楊誠是噴出去了 從一檔股票從沒有漲 到今天噴出去 你從頭你看到尾 你看的是連續劇 你看的不是單元劇吧 對不對 你看我節目 像各位我們看是連續劇 我講我的股票沒有很多 甚至有時候沒有漲 你看我講你會覺得很無聊 股票沒有漲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的基本面題材面 你會覺得沒有漲 對不對 講再多也都沒有用 但是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當這種題材開始慢慢發酵的時候 市場願意接受的時候 他的股價強度那就不一樣了 楊誠今天漲停板 政達今天漲停板 我想各位你是從頭應徵到尾 沒有錯吧 玻璃封裝這個題材 是未來紅海要做的事情 是台積電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才會那麼強 所以大家都在找說 還有沒有新的股票會噴出去 有沒有 好那各位 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還有沒有什麼跟玻璃基板有關的股票 你先看一下玻璃基板的概念圖 下面是電路板 這個是 吸球的部分 再來就是所謂的中介層 然後上面是記憶體的 AI晶片 5G通信晶片 發在上面 這個如果是細材料的話 那可能是現行的 CoOS封裝 但現在CoOS封裝產能就是不夠 所以大家才會討論說 要不要去做所謂的玻璃面板封裝 那這個細中介層呢 就會改成玻璃中介層 那玻璃中介層要不要打孔 要打孔 對不對 這個一個一個的 就是打孔的部分 那打孔要幹嘛 打孔就是要讓 銅箔附著在玻璃上 然後這個孔 就可以怎麼樣 就可以達到所謂的通電的效果 他是這樣來的 那現階段的技術來講的話 有一個叫做VR比 VR比就是深度跟寬度比 因為你未來在整個先進的晶片裡面 它堆疊的層數一定是越來越高 所以你這孔要夠深 它才有辦法穿過去 那孔徑來講它越小越好 為什麼 因為你孔徑越小的時候 它傳輸的速度就會越快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這個所謂的VR比越高 會越好 但是現行為什麼很多人覺得說 面板封裝不太可行 因為VR比太低 只能夠做到10而已 你要達到量產級的一個規模來講的話 你至少要20到30起跳 而目前來講的話 國內有沒有廠商做得出來 有 但現階段呢 是還在跟工研院合作這個階段 不過明年到後年來講的話 這個東西設備機台 相關的技術都有辦法可以做個三爪 三爪 所以這個工研院目前來講的話 是跟誰在做合作 這幾家公司 第一個 他先跟陳霸科技找來做什麼 做雷射磚孔 孔徑的均勻度 陳霸科技的技術可以達到90%以上 而且正列排列的情況之下 可以一次打5000個孔 沒有問題 玻璃上要打孔 打完孔之後 然後呢 要幹嘛 要做所謂的這個 鍍膜 要讓銅有辦法附著在整個玻璃的玻璃上面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他要用到跟超特科技 要做合作 用銅觸媒的方式 讓整個銅可以順利的 填在這整個玻璃孔上 那這一道工序完成之後呢 這道工序 他必須要用全濕製成的鍍膜來做 線型的技術是什麼 是乾式跟濕式混合 但乾式跟濕式混合的時候 他的附著度不會那麼好 那你用連測他們家的全濕製成的設備來做的話呢 你看看 AR比 有沒有 一般來講AR比現在技術成本高 他只能夠做到10以下 但你用全濕製成來做的話呢 成本很低 那AR比 他可以達到20以上 最高到30 那這就可以 可以達到所謂的量產作用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他就是要用到連測科技 他們家的濕製成的設備 那明年跟後年 這個機台就要開始出了 因為你只要廠商要做 你絕對 工研院把技術轉出來的情況下 你就是要用他們家的這些設備產品 所以連測科技 今天股價為什麼那麼強 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呢 銅附著之後呢 還要用什麼 用電鍍的方式 要讓整個銅 表面光滑 然後內部來講 不受到腐蝕的一個效果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呢 他也提供什麼 電鍍設備 讓整個填口農良率 可以達到95%以上 這個工序全部做好之後呢 是轉給什麼 轉給力程光電 最近這樣 這家新貴的公司 這個股價也蠻強的 你可以去查一下 那他來做檢測 做RDL陷入的製作 以及這個六項基板的可靠度的一個測試 這個就交給力程光電 但這幾家公司目前來講 有上市貴的 就哪一家 就只有聯測科技 所以 聯測來講的話 其實 目前的轉機性也蠻強的 這股價 前面漲了一波之後 目前都還在這地方做整理 那如果說你未來 群創 鴻海 台積電 全部都要做面板封裝來講的話 這個技術 工研院領先全球所發展的技術 他就一定要用得到 這一道程序裡面來講 就是說你要讓玻璃跟銅做結合 這一道程序來講 尤其在這個穿孔裡面 就要形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樣的效果來講的話 我想應該也只有什麼 也只有這個聯測這家公司 他的全師製程設備跟所謂的電鍍設備 他是怎麼樣 可以派得上用場的 所以未來這家公司 我覺得想像空間會非常非常大 只是現階段 大家討論度還沒有那麼高 就像當時我跟各位講正達一樣 我跟你講正達說他有玻璃機板 對不對 他是群創的供應商 你也不相信 我當時我跟各位講說 3498的陽城 這個做群創玻璃機板封裝的 以及玻璃研磨設備的公司 他會漲你也不相信 那今天股價來講的話 你看股價已經到哪裡去了 是不是到天上去了 所以這個行情 我覺得還有很多股票可以漲 你要有信心 懂我意思嗎 共軍飛機來了 航空母艦來了 軍艦來了 就讓他欣賞一下寶島的風景 好不好過幾天他們就回去了 不要去怕這個 目前現階段 你就想一個簡單邏輯 中國現在要發展經濟 要讓整個經濟從 谷底要起來 對不對 他發展經濟的同時 要顧民生 這個時候 要發動戰爭 我覺得機率上看起來 是微乎其微 你光想這一點就知道了 所以不用太害怕 懂我意思嗎 台股還會漲 那很多的這個 入股的一些ETF 怎麼做 怎麼看 我已經跟各位講了 對不對 當天漲上來 我跟你講這種股票 這種ETF 溢價有夠誇張的 你自己小心 不要過度追降 我說我寧願不賺他的錢 我要保你安全 有沒有 我說 如果你真的要承接 要讓他再上來 很簡單一個邏輯嗎 你先看什麼 你要看整個路股的本身嗎 有沒有 我說他一定要先回到 3500 相關的ETF 才會重新再發動 對不對 當天我說這麼大的一個 黑K棒爆量的情況之下 接下來只有一條路 他就是要整理了 所以這種東西先不要碰 結果今天這個ETF 還跌破鏡子 有夠誇張 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看好路股 我反而覺得今天跌破鏡子 你可以買 有沒有 就是別人不要的時候你去買 你放著 如果路股後面上的來 他搞不好就上來了 前面我都跟各位講 你不要買 接下來我覺得反正怎麼樣 你要你真的有興趣 你可以去注意他 但我不會帶家族成員去買這個東西 因為股票我覺得好的股票 基本面我比較容易掌握到 比較容易會賺錢 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我講GP200第四季不會缺席 所以成名店 這一波 一開始的發動點 9月10就要先攻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我說這個股票 GP200有沒有行情 你先看他 股價當時在這裡 我公開全市場 我連蓋都沒蓋 我直接跟你講 這一檔在打暗號 準備啟動 當時在這裡 股價是不是先上來了 上來之後 連續回檔幾天 今天要拉長紅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 GP200的題材要繼續發酵 就那麼簡單 就是要繼續發酵 所以相關的 散熱 雙紅 500多塊 拉回來 我也沒有放棄他 有沒有 我還是跟各位講 這個你要特別注意 當時我跟你講 Q4 是GP200絕對王者歸來 有沒有 股價一路從低檔開始追蹤上來 我說GP200 大家搶著要散熱右腳慢慢加溫 當時股價還在右腳階段 我就跟你斷定這件事情 沒有錯吧 然後你看他從547一路漲上來 漲到今天 沒有大漲特漲喔 但今天最高要745 漲完了沒有 既然可以到745 就不會停在這個地方 你慢慢看 因為你看到另外一檔 3017的七紅 七紅今天開始有點落後補償的感覺 這兩家公司 他不是餘量情節 他是共存共榮 好不好 一檔好另外一檔 過幾天 過幾天就會跟上了 所以在整個散熱部分來講的話 立志又重新回到170 這個後面都有細 你慢慢看 以及我跟各位蓋牌的這檔股票 我今天跟你做公開 我說雷克第二 雷克我們也賺起來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呢 這一檔 我說也叫雷神發威 當時我跟你講三個東西 鬆蓋收成LED AI散熱 有沒有 我說你要買這種多元題材的 這個不行 我說還有後面兩個 這個不行還有這個 對不對 這哪檔股票 來各位你自己看看 我跟各位講 中國 中國房地產的LED燈劇場 中國 車廠的 車燈的供應 叫雷迪克光學 對不對 這個題材是沒有發酵 所以他這幾天就晃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走這個題材 中蓋是真的不行嘛 所以這邊有甩叫一個動作 但今天的雷迪克光學呢 有沒有大漲噴出 那今天的新高價 是不是連這個過過程裡面的高點都過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他還長什麼 他子公司叫做群紅 群紅目前來講的話呢 他已經供應揮達A100的散熱機構件 H100也拿到了 接下來呢 接下來是B系列 B系列最基礎的什麼 是B100 對不對 B100 兩顆叫B200 B200兩顆 加一個Grace晶片叫做GB200 對吧 所以基礎是什麼 是B100 B100的散熱機構件 雷迪克光學 現在也要拿到 那整個營收佔比來講的話 AI今年就可以佔到三成 雖然你看起來他好像是表面賣燈具 賣車燈的 但現在他已經轉到AI散熱機構件 B100要做採用了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如果要漲散熱 位階低的呢 還有這家公司嗎 所以有沒有空間 你慢慢看 好不好時間不多 最後很多人說沒辦法打電話 沒關係 你今天我開放留言 留言也開放 你只要打加6加電話 6個月 送給大家 這個專案今天再延長一天 還沒動作了 趕快動作 我們休息一下帶回來 歡迎大家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 今天正達亮燈漲停 今天陽城亮燈漲停 我們掌握的兩檔面板封裝概念股 今天全部亮燈漲停版 所以呢 雙十重陽專案 再延長一天 你知道手機號碼 或電話裡面 數字有一樣的 打電話進來 通通 加送 6個月 那 上個禮拜沒有開放 大家 加LINE 裡面留言 可以得到這個優惠 今天特別開放 LINE的部分 最後一天請你好好把握 在LINE裡面留言就好了 留言加6加你的電話 好不好 要加送6個月的通通送給大家 新的跟舊的都一樣 全部比照辦理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散播 既然等於 觀看